蓝友们大家好,我是蓝花游以开 这期视频我想跟蓝友们分享几款春剑的素花名品 第一款要给蓝友们介绍的就是春剑的西蜀稻光 西蜀稻光它作为川蓝五大名花之首啊 原名叫做徐家牙黄啊 有一种说法说西蜀稻光是因为稻光年间下山而得名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西蜀稻光啊 它是在这个青城山,道教的发生地啊 青城山下山而得名 西蜀稻光是春剑纯黄素花 它株形特别高大,灵动挺拔 其实我这个镜头有点装不太像了哈 每一个安可开三到七朵花啊 然后它这个花开是菱形般的 半型特别秀丽,花朵端庄 西蜀稻光还是比较值得养的一个品种呢 西蜀稻光现在的市价应该是五十到八十之间啊 这个要看苗情 有一些兰花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苗情来判断它这个价格啊 再下来给蓝友们介绍这款龙昌素 这龙昌素的叶子也是非常漂亮的 春剑一般叶子都是比较这种高大挺拔一些的哈 这样我因为我这个离得远的话 我就收话有点收不太清楚了 就拍的有点近哈 看不太出来整株草形 龙昌素是白花素形 它这个叶子啊,较软一些 龙昌素啊,它也是柱形比较高的 而且它这个叶脉呀特别清晰 它这个叶端是比较圆钝的哈 龙昌素美感可开二到五朵花哈 这一款是春剑的雨露哈 雨露的珠形是比较适中的 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款春剑的名品哈 而且雨露的花开起来是那种嫩绿嫩绿的标准的核心花 雨露的整体感官给人整体的这种感官哈是非常好的 它是这种半斜立叶哈 叶卷是这种明显的圆钝的起兜的哈 雨露它是比较标志的看得清楚吗 它这个叶间是起兜的 而且雨露的花开收根放缴粗开十分漂亮哈 雨露刚开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我们在养雨露的时候哈 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我放一下哈 太重了 雨露我们在养的时候就是雨露这个花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控水哈 因为雨露这个品种如果我们稍微水大一些 它在这个花开中期和后期啊 这个花瓣会拉的比较长 会影响这个整个花瓶的美观哈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这个雨露控一下水 避免这个半形拉长啊就不漂亮了嘛 最后给来友们看一个 这个是春间的流真牙黄 我为什么给来友们拿了一盆这个 被我修过叶子的哈 这个视频我之前有跟来友们介绍过 这盆流真牙黄就是我有太阳晒的比较多 晒起斑了 然后我把前段这个叶子就剪掉了哈 这里面就拿出来再给来友们做一个负面的参考哈 然后我们这个兰花夏季的 就不要用太暴晒的这个光照去照它了哈 留真牙黄的花是非常漂亮的 它同样啊也是纯黄纯素的花 但是它不论从这个整体株形上哈 虽然这个叶子被我剪掉 不然的话这个是公嘴叶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这个叶子非常非常的耐看 而且留真牙黄的花啊 是这种纯黄纯素的 它要比这个西数道光的开品标准的多 春间的花期大致会在1至3月份啊 而且春间的香味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不会像这个惠兰啊 那种香气啊太浓了哈 就好多人不喜欢惠兰的香味 就是因为它这个香味有点过于的浓烈了 只可以远闻哈 不可以走近了闻 但是春间的香味就是恰恰相反哈 它是这种优香型的 若隐若现的 春间的这个品种哈 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居家养的 不管你是从观这个叶子也好 还是观花也好 还是说这个养护难度上哈